现在,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,每个孩子都可以说含着金汤是长大的,在妈妈的眼里,无论孩子长多大,他们都是无知的孩子,但是母亲太妮爱是不好的,作为一个家长,你必须清楚的认识到,你所谓的恩爱到社会之后是要偿还的。 小美今年二十八岁,有一个四岁的儿子,作为家里的独生子,全家人都把她视为掌上明珠,出于这个原因,小美也辞去了工作,集中精力把孩子带回家,在她的眼中,她的儿子是她生命中的小情人,无论她去哪里,儿子都跟着她,虽然很累,但是心里很开心。 今年儿子要去幼儿园,但没亮到还没上三天班,儿子就被劝退,原来她儿子经常在幼儿园教室写女孩子裙子,有时当小女孩去上厕所时,她蹲在前面看,老师发现了几次,后来疑问,孩子说的理由是,我想看看他们和我妈妈有什么区别。 老师愣住了,她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小男孩,许多女孩被她的行为吓坏了,所以老师不得不说服她,让孩子先回家。 老师反应说,我们不是你的妈妈,不能宠坏你。 小美非常后悔,事实上,丈夫在她换衣服之前提出,我应该毁避她的儿子。 但小美觉得这个孩子很小,一点也不懂,但这只是我们成年人的想法。 育儿专家指出,孩子们在三岁时逐渐区分男女,并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好奇,这时,如果异性暴露在他们面前,就会增加她的好奇心。 为什么她与我不同,所以不要认为孩子太小,什么都不懂,可别等孩子出事,恶再后悔就完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